作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可能因天然 今天兩家一帝 同一方就聽音訊 尋找渺茫落地 同向開心如雪碑 飛鴿的喜順 心知犯老致險離 各不他本性歸真 明天各重路 從此分清我們 誰會改變 心中的盡理 共有強勇之 故想祝福有運氣 曾經說夢落世 離開荒舟各不忌 心中的盡力 早就封用完 心中的盡力 心中的盡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先生 你幹甚麼?你不用出事? 出門去做事的? 三小姐又睡了, 衣服就補一下 對了, 你自己的餐都做好了沒有 不要煩到漏洋就糟了 這麼少人吃, 用甚麼煮 如果我看見這麼大的屋子 靜靜靜的, 我真是煩 對了, 阿黃 你說好不好叫大小姐和義官 回來看看老爺 我也想啊, 不過你知道 現在沈先生的脾氣也不知道怎麼樣 有人來探他也發脾氣 到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向人家解釋 我說最慘的三小姐是真的 這麼大的弟弟, 大人那些事 都要他受了一份 那倒是 對了, 我覺得他最開心的就是 善小姐在那時候 知道不是 糟糕了, 你猜沈先生想不想 善小姐回來的呢 我想她的心想 我不出聲的 不如你去勸一下她 我們跟她拉回來也好 我去跟她說? 是呀 大早我也告訴你 有人來探她也發脾氣 你叫我去跟她說 只會叫她罵我 不行… 是呀, 難道我們眼白白的看著 不管嗎 那又怎麼樣 是呀 有車來的 是嗎 一人來的 是呀 沈先生 有一個樂生說要見你 你給我謝謝他 說我在睡覺 我是這麼說他 不過他說是要見你 我不見 你快點叫他走 好 我不願意人同情我 不用人來探望我 好…你們別吵架了, 沈先生 好…我去玩 我去玩吧 誰 令太太 不是又是上次跟楊少華說嗎 要我放外裝? 你也知道我是受害人 我不是不想幫你嗎 根本無流為力 從哪兒去說 忙就忙點 不過你個月令太太說要見 怎敢不出來見你 好, 待會見 好 怎麼樣 你很累嗎 一個人出來闖世界, 就這樣了 爹地那件事, 我想你還不知道 知道, 報紙買到雞腩這麼大 我怎麼會不知道 不如我們一起回去看他 好嗎 回去看他? 不是他了, 爹地你的, 時間我的 是, 就算他不是你親生爸爸 他也養了你二十幾年 難道這二十幾年 你對他一點感情都沒有 感情? 在我離開沈家大屋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我現在不知道多開心 我想那樣又那樣 還不用自己動手 有人幫我做 不知道為甚麼有人這麼大命 聽說他只是瞞著眼睛 爹地 你不要以為是沈家大屋 我和你還有甚麼異類事情 我和你老爸只出了一盆棋 而你只是我吃一顆皮紙 你不是人, 你衝生也不如 忘恩負義, 恩將守護 還有沒有天命令太太 我真是後悔 我曾經當弟弟那樣愛過你 快點兒 難道誰都不見了 你們不要來煩我 爹地, 是我 真理 對不起, 爹地 我完全幫不了你 阿祖好嗎? 好, 他不錯 他自己來探望你 起來吧 對了, 那件事他搞了沒有 沒有, 沒甚麼 對了, 爹地 本來是天宋說今天一齊來探望你 不過臨時有點事, 又走不開, 所以... 你不用騙我了, 他一定不會來探望我 雖然我看不到東西 可是我心裡還沒瞞 爹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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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看不到東西 爹地 你先休息一下吧 我走了, 自己一再來探望你 你不用顧著我 珍妮 阿祖那兒還差多少 沒事, 爹地, 你不用顧著 你過來 珍妮, 姓人也會有錯 何況阿祖剛剛讀書出來 他一點經驗都沒有 你告訴他, 要他不用擔心 過幾天可能會有新發展 好嗎? 好嗎? 很好 可以 啊 好嗎 好嗎 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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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沈先生 給我打個電話叫陳律師 好 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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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先生要甚麼呢? 早餐 他女兒現在等錢花 死老爺沒那麼多現金 所以他就要賣不動產 聽你的語氣 好像跟你老爸有仇 我現在見你跟你這麼老友 我只憶著你 大哥, 你也不是現在知道的市道 你的房子大如山那麼遠 又舊又古老 你知道的 現在這個市道值多少錢? 你抓去快地 蓋上幾間別墅 又或者把大屋做賭場 賭場?行不行 如果你不做賭場 可以用來做俱樂部 私家非常來往港狗 招會員收入場費 放牆線釣大魚, 阿婆 這麼好撿的 你怎麼自己不走? 不怕, 老實說 你就不知道我的現金 全都拿出去了 如果我有錢 你別說沒有道義 我還給你做甚麼? 當然我自己也做 我給你一條俱樂部 現在老爸跟管家的東西 都通了天 遲些在外面放謠言出去 說我們家裡風水不好 然後再跟拍賣官打一下交道 到時候一定會跟你爭 好了, 天嫂 你不要再下嘴頭了 老老實說 你叫我來買這間大屋 我自己就搞不定了 這樣吧, 我就從你出去放聲氣 要望 那你現在怎麼樣? 你問了我兩個小時 你問來問去問我這種事 這位是... 這位是我太太 好, 蓮太太 我們是商業營運調查科的人員 雖然你先生拿的資料 看看蓮太太 可能將來有機會的話 要你協助調查一下 都不打擾了 兩位希望你們暫時不要來香港住 行了 我們走了 再見 走 走 蓮蓮, 不要這麼傷心 我能幹得好 蓮蓮, 不要哭了 人家又不是把我抓去打靶 好嗎? 好玩嗎? 不錯, 你知道了 蓮蓮唯一的好處就是不用你想想的 他幫你安排了 那邊痛不痛? 不痛, 天氣不錯 對了, 香港發生過甚麼事?你看 沒甚麼事, 過了不錯 你怎麼樣?生意好嗎? 你說呢? 看你這麼開心, 當然好了 還是忙一點 真不好意思, 要你這麼忙就來接我 來接你, 多忙都要 謝謝你, 我自己上去就行了 不見不太久了 你怎麼這麼忙呢? 你怎麼這麼忙呢? 難怪人家說, 喜歡的人比較緊 誰說這麼老套 你這麼忙就先走了, 我自己上去 不要緊, 很快而已 都說不用了 那好吧, 我立即晚上給你電話 出去吃飯, 拜拜 拜拜 媽媽, 媽媽 怎麼沒人呢? 阿彤, 你上叔的風濕病又發作 晚上他冷睡不著 所以我陪他回鄉下針灸 我想你回來那天 我們還沒人回到 不過最多過一、兩天就回到 你先好好休息吧, 媽媽 還以為回來可以跟他們吃一頓飯 誰知道人數不如天算 天宋也算不說得了, 還記得我甚麼時候回來 他當然是整天都想念我了 如果我告訴你, 還記得我甚麼時候回來 我告訴他, 我從來沒想過他 他會怎麼樣呢? 不知道雲生現在怎麼樣 打電話給他 不行 我怎麼可以想念雲生的 我恨死他, 恨死他, 恨死他 人家天宋對我這麼好 我沒理由再想念他第二個 善童, 你怎麼可以這麼三心兩意 善童, 我現在去機場, 你來接我吧 我等了一會兒 對不起, 不去接你 不要緊 我不去接你, 是怕你發覺 發覺甚麼 我現在正式向你求婚 你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對我做好的人 你願不願嫁給我 我真的對你這麼好, 那你呢? 那你是不是對我最真、最好 這件事對我很重要的 我不能夠忍受你騙我 我想我過去你最清楚了 我也沒騙過你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你一個 是能夠令我把心裡所有的事都說出來 現在沒有顧忌 那你又這些算不算真 有時候我發覺你真是傻得多可愛 你答應嗎? 我曾經跟自己說過 如果你拿我的花, 就知道你答應我 不要了, 有人看到的 我不管, 我要告訴你 你答應, 你答應給我 好, 阿波, 等我好久了 你回來就對了, 天爺, 自己看看吧 為甚麼?說我賣又不賣 七年一件事還沒搞定 天爺, 我請你以後不要開口 我又說兄弟, 賣又說老友 就像這件事 你爸爸初初說不賣, 現在又說不賣 如果你知道的, 早點通知我 不用我在外面發聲 差不多聊了 你們突然又說不賣 那就是叫我們在外面不用做生意 阿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這麼老友 如果我知道沒理由不告訴你 那有甚麼理由初說不賣 現在又取消 沒理由的, 真的沒理由的 天爺, 老老實說 這件事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會不會有人出暗盤呢 如果是, 應該一定知道 那倒是 到時候這房子真的賣了給人 不查也有人知道 對了, 我約了人了, 我先走了 以後你有甚麼再找我吧, 再見 叫老爺聽電話 怎麼樣, 為甚麼臨時改變主意 連女兒也不想幫忙 你不捨得這房子嗎 其實這房子有甚麼好 又舊了, 有人跳樓, 有人自殺 在這裡住得不得利是吧 想一輩子抱著這房子嗎 不過這樣 可能你沒有這房子的話 連蹲的地方都沒有 你站住那房子, 我不會多一輩 你怎麼走 大師爺 大師爺 幹甚麼 大師爺, 別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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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知道你一番好意 但我不想你替我還以不淺 大師爺, 你也不是說不知道你爸爸的為人 朋友有難, 一定會幫我 何況你是我的兒子 但我一直想 既然是我自己闖的禍 我要自己背 甚麼?賣了外父的房子嗎 沒有, 我沒想過要他幫我 你這個人一輩子做事都是這麼偏激 這麼衝動的 我告訴你, 我雖然是跟你還了一筆錢 不是就這樣算了 但是你要分期還給我 爸爸 你不用說, 你沒有選擇了 我不是說不跟你說過 這個世界裡一樣米吃百洋人 你的社會經驗錢, 怪不得你 不過這次這樣也好 讓你得到一個教訓 以後你就要戴眼識人 爸爸, 我也知道這次是我弟弟 不用說了, 這件事我明白 爸爸, 你就整天都說想獨立 我和你媽媽想過 不如你跟我回到新加坡做事 打我功也好 你自己出來闖一番事業也好 我們不會免夠你 你要獨立 也不一定要留在香港 爸爸 這次真的很感謝你 你幫了我們很大忙 不用多謝 爸爸共仔, 用不著說這種話 你去哪兒 沒有呀, 或者逛街吧 你以為你媽媽回來了嗎 不知道呀, 或者在上面等著我 那我就不送你去 明天給我吧, 拜拜 拜拜 信叔, 你回來了嗎 是呀, 阿彤 阿彤, 不是你嗎 回來了嗎? 剛才我還跟天宋估計你們還沒回來 現在他呢? 是呀, 他送我回來走了 查… 阿彤, 阿彤 阿彤, 你的風濕怎麼樣 那些舊病, 一般風就不行 不過呢, 咳兩針沒事的 阿彤, 你去玩得開心嗎 很開心呀, 是呀 謝謝你的手信 小小意思而已 不過那天呢, 我回來還以為你們在這裡 誰知道一個人都沒有 你以為我們不想早點回來嗎 不過那個醫生常常叫我們不要回來 是呀, 媽媽 我告訴你好消息吧 甚麼事呀 是不是結婚了 是呀 信叔, 你怎麼看得到的 我跟人家尖掛是不是看照片的 不見你這麼開心, 一猜就猜中了 是呀, 前幾天天宋向我求婚 我答應了他 怎麼了, 媽媽, 你不喜歡嗎 沒事 不過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不用考慮呢 他又對我好, 又向我求婚 我有多喜歡他, 那就答應他 是呀, 阿童 那個沈文三 沈家的老爺呢, 他受了傷 為甚麼 他沒甚麼事嘛 我想現在怕沒甚麼事了吧 阿童, 那個老小姐 阿童跟她的前妻都死了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這樣呢 這件事我們也不太清楚 是呀, 我們看報紙也看到了 不過天宋沒有告訴你 那份報紙呢 那份報紙呢 那份報紙我們沒有留起來 我還以為他會告訴你 為甚麼呢 為甚麼天宋不告訴我 怕我還關心了雲山 喝醋 沒理由 好, 那麼大件事 不斷耍都應該告訴我 雲山怎麼樣 不如我去探探他 至少我知道他想怎麼樣 不行, 我也要交給天宋 我跟他之間應該為天宋而結束 他要交給他 究竟這件事怎麼樣 天宋不告訴我 一定會有問題 雲山到底怎麼樣 不行, 我一定知道 我要問阿Janny 阿J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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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是我吧 進去CK吧 好 好, 好嗎 好 坐 坐吧 你去哪裡了 阿Joe跟他爸爸回新加坡 那你呢 我...或許遲些也會回來 那這裡怎麼樣 沒有打算 對了, 喝喝東西 不用了, 聊聊天 好 我有點事 你先說 那你先說 好, 沒事的 或許我遲些也會去新加坡 我走了之後 我希望麻煩你一件事 你有沒有答應我幫我照顧爸爸 我今天來就是想問你這件事 我聽我媽說你爸爸受了傷 是啊 不過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不過聽說你走了之後 爸爸要找老小姐攤牌 是 誰知道老小姐就找了小蠻媽媽出來 打算跟她談判 爸爸又不理她 那老小姐生氣起來 就帶她去找爸爸 後來他們兩個就死了 爸爸又被她弄慢了眼 是 對了, 你回來多久了 三天, 不是, 四、五天了 四、五天, 你剛才知道 我都不明白為甚麼天宋不告訴我 我想很多事他都不會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阿祖會背這麼多債上身 天宋哄阿祖, 說要搞投資公司 阿祖打算幫他 就跟一間新加坡銀行借了五百萬 誰知道第二次天宋又跟那間銀行借了五百萬 但這次又沒甚麼抵押 銀行知道這件事之後就找人來查 誰知道天宋就搞定了那個人 給他一些好處 但這次就要阿祖做擔保人 照樣擔保人不用負債的 而且天宋還在香港 但他追的是第一次的五百萬 銀行就追阿祖, 阿祖又追天宋 誰知道天宋推了一綱而借 其實那時候天宋是不是沒有錢 他說拿去投資 不過… 不過甚麼 我知道他全都放在袋裡 那你可以去告他 告他?證據呢 那你有沒有去找過他 我有找過他 他說這次這件事只不過是對爹地一種報復 我打算找他那次 打算跟他一起探望爹地 你知不知道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 他說 那些人這麼大命 只是瞎了眼睛 我以為他曾經比我更喜歡 不是嗎?他很喜歡你的 我想我們也錯了 他對我只不過是向爹地報復的第一步棋 還有第二步, 第三步 你剛才去找天宋嗎? 你剛才去找天宋嗎? 別想太多事了 休息一下吧 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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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多事幹甚麼? 我我不是想太多事 你不想太多人 我幫你抱歉 你自己換人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懷疑有鬼妹出現, 幸好沒有 只不過有個類似鬼妹的人物 人家叫她老小姐 想不到她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為小敏爭取更多的自由 幾乎下午大部分時間 除非是天氣不好 否則我都可以帶她去散步, 曬太陽 老小姐很不高興 但是決定的是沈先生 所以她也沒有發出 珍妮和天宋之間的感情 雲山反對 但是又說不出理由 是不是他們姐弟之間有血緣關係 但是 今天雲山跟我說起天宋的為人 為什麼她養大她 但是又這麼看不起她 為什麼 今天雲山問一個很刺激的問題 她問我 肯不肯陪一個像她那樣的人過一輩子 她這樣問就是我求婚 真是美麗的回憶 美麗的回憶 阿彤 阿天宋來了 我現在出來 好 仙桐, 你就找我來嗎? 想請她吃飯 好 好 為什麼你不出聲了? 無聲聲有聲 天宋 你愛不愛我? 傻丫頭, 還用問 大愛不愛你? 大愛不愛你 大愛不愛你 iyi 和我也家一的 同一方酒聽音信 尋找渺茫落地 同享開心與順悲 非夾的喜順 甚至淡老知欠禮 各不他本性归真 明天各层落下 从此分清我们 谁会改变 心中的准备 共有甘恶症 互相祝福有运气 曾经说门那合适 离开方舟各不忌